嗨 我是路人 今天 要來講一位交友軟體達人 火爆女子的愛情故事 預先警告 這集可能會閃瞎雙眼 有一次 跟小曼參加喜宴 同桌的其中一位小禮同學 很羨慕其他人都成雙成對 我羨慕你們都有伴侶 你也快找一個啊 很難啊 公司幾乎都沒人生年 用交友軟體認識啊 嗨 交友軟體都找不到了 都只是玩玩 看都是夜跑的 找不到真愛了 這時坐在一旁的小曼閨蜜 阿明 整個就不爽 聽過她講 說什麼屁話 老人真是看交友軟體找到真愛了 火爆女子 阿明 28歲 交友軟體達人 經歷各種欺騙 遇到怪人 渣男 經歷各種漫長的旅程 找到了她的真愛 巨人 阿牛 傷痕累累的她 已經完成了她的交友壁壘寶典 在朋友之間 我們給她稱號 交友軟體達人 阿明 你沒有嗎 因為她真的遇到許多奇葩人 於是 我決定跟大家講講她的火爆愛情故事 第一次使用 單身的阿明 希望找到另一半 於是 開始使用交友軟體 在自己人的邪下 認真尋找一個另一半 她在上面認識了第一位聊得開的男子 小屁 聊久了 希望可以用電話聊 於是 他們就加了LINE 開始用電話了 聊著聊著 有一天小屁說 我要跟你砍成一件事 什麼事 其實 我已經結婚了 蛤 那你怎麼還用交友軟體 跟老婆感情不好 想在上面找點刺激的 放心 我之後會跟她離婚 蛤 阿明一聽到 一整個就火了 火燒掉她一半的頭髮 你沒有 阿明直接爆炸 退績 小毒退績 你剛才說你 但是 只在靠腰你 有老婆了 哎呦 當你老婆精髓小了 說你激進來 只要了不死渣男 現在誰還可以在這台下 我只是想 現場短暫的浪漫 浪漫的腦部 把你來交切掉的臭 浪費我時間 阿明整個傻眼 浪費她一個月 原來是渣男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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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牛 阿明經歷了好幾個雷暴之後 已經成為 周遊軟體掃雷王 只要一由渣男跡象 直接退出 果斷停損 經過我的測試有個特徵 就是她只有在睡覺時間 大概凌晨三四點才會回訊息 其他時間都不讀不回的人 可能是有女朋友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她等另一半睡著才會 但也不是全都是 也有可能是工作比較晚 也有可能是我比較衰 想找另一半的她 決定把標準拉到最高 後來在交友軟體上 遇到了阿牛 你好 我叫阿牛 你好 我阿明 我是阿南將交友的 希望我倆人找到 以結婚會全天交往的人 吃飯 我也是 這麼吃飯 哼 肯定是假 一堆胡亂嘴 一大堆沒聊幾句就問 要不要約出來呀 你一個人住嗎 我在尋求 短暫的浪漫 我直接來登場 不約跑 誰來靠養你 之前不懂被約出去吃飯 你不是一個人住嗎 等一下再去你家 啊 沒有 我等一下有事 蛤 不然我們親底館 我沒有 哼 去另一趟酒 抱歉 我沒有那個意思 怎麼可能 走了 小明星大跟小明星 我沒那個意思 全部都沒 乾 哼 這次我肯定沒那麼容易被騙 結果 跟阿牛聊了一個多月 阿牛也都沒有約他出去 只是阿牛每天上班下班都會溫暖問候 小王 上班加油 我下班了 接著吃飯 然後分享他的生活給阿明 我跟朋友去唱歌 你看他們喝醉了 好醉 哈哈 嘿嘿嘿嘿 哎喲 感覺他人還不錯 就這樣 持續了一個月 他們才交換IG 開始講電話 經過了兩個月 他們還是沒有見過我們 直到有一天 下班要不要見面吃個飯 好呀 但今天不知道要加班到幾點 不然我們下班再約 好 結果沒想到 當天 阿明加班到12點 因為阿牛工作的關係要著急 所以11點前就會睡 阿明想說阿牛應該睡 於是就大致回家私訊阿牛 哎喲 結果今天加班到12點 我們明天約 原本以為阿牛已經睡了 沒想到 好哦 那你到家跟我說 報個平安 咦 你怎麼還沒回家 你不是11點就睡了 我停在你們店附近的 想說下班可以接你 結果身影始終到 直接在車上睡著了 那你來了 怎麼沒跟我說啦 我看你們客人很多 跟你講怕你會有壓力啦 呦 有點熱心 這樣真的很不好意思 不然你來我家這 我請你吃個飯 好啊 吃個飯 我靠好高 於是 他們終於見面了 吃完飯阿明去結帳時 剛剛那個帥哥已經付完了 抱歉 我點完菜到洗碗直接付了 他就順手了 夾開不好意思了 下次我請 好 後來他們吃完了 阿牛就直接回去了 拜拜 嗯 感覺是個好男人 不行 我本來他們不會受傷 後來他們就常常下班時 一起吃飯 然後送阿明回家 後阿牛就回家 有一次在車上聊天 不小心聊了兩個小時 很晚 這麼晚了 還是你先睡我家 明天直接去上班 沒有了 像這麼晚打擾不好意思 真的沒關係 還有房間可以睡 我怕你太累 開車會危險 不行不行 只要打擾到你爸媽 他們會對我印象不好 而且如果我是爸媽 你會擔心 下次要來 我要買半熟禮 然後要穿 我不會幹什麼東西 勇志 你放心 我慢慢開回家 OK的 我好像有點喜歡他 之後 他們感情迅速升溫 將假期留給對方 決定一起出去玩 雖然阿牛一直都對阿明很貼心 當阿牛老實的個性都沒有表示 所以阿明決定主動出擊 我還蠻喜歡你的 我也蠻喜歡你 唉唷 沒聽你說過 因為一開始我很怕你不是認真的 所以一直試探你 一開始你的外形看起來很像網咖 感覺很多人注意 男人會一直換的那一種 我就很怕 所以一直在觀察 最近我想找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對象 所以觀察很久 我靠 原來你跟我一樣 我一開始也是試探你超久 你 你願意跟我交往嗎 好 終於 後來因為阿牛老實的個性 以及貼心的舉動 目前在一起也多年了 又籌備結婚 及生小孩的計劃 是教人你找到他之內 大家是否也有在交友軟體上遇到雷暴 或是找到珍愛的故事嗎 歡迎留言相認 分享你的故事 哦 這些是月炮關鍵資料注意 很急著月出去的也要小心 還有這些 嗯 很多東西要記 嗯 現在不用這麼麻煩 這個交友軟體 可以幫你過濾月炮文字和舉報 還有免費忙打的語音數配功能 讓比較不會文字表達的 可以透過聲音聊天 通話時會以Q版人物代替真實照片 確保隱私 通話後的評分級隨時舉報機機 保護安全杜絕怪 還有興趣標示和戀愛人格側研 幫你找到共同興趣及話題 杜絕話不投機的人哦 你怎麼知道 哦 因為寫這篇故事時 剛好臥米找我頁片 啊 啊 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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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